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爱吃中口味的人和普通人会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喜欢高盐饮食 高盐饮食和吸烟是胃癌的主要发病原因 食盐拥有高渗透压 会对胃粘膜直接造成损害 造成胃溃痒和胃炎 高盐食物还会刺激胃粘膜细胞分裂 增加胃癌的患病几率 一部分胭制的高盐食物还含有硝酸盐 会被胃内细菌准变为亚硝酸盐 在胃内结合形成具有强制癌性的亚硝酸盐 第二喜欢辛辣食物 偶尔吃点辣椒可以开胃 助消化还湿气 但是辣椒进入胃肠后 也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对于胃肠不好 原本就胃病的人来说 很容易加重病情 另外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也会对血压造成影响 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健康 第三喜欢太甜的食物 甜食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心情 但也会给我们带来肥胖和高血糖 增加身体的负担 还容易导致蛀牙 对皮肤的健康也非常的不利 促使皮肤老化速度加快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养生 关注本栏目 养生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